晚安囉 大家 本週阿頭又開心的要來分享一本書了 本次本週的書名是 維亞利 很特別的一個名詞吧 英文叫做 The Micro Stress Effect 它有兩個作者喔 一個是羅伯克羅斯 Rob Cross 另外一位是凱倫迪倫 Karen Dillon 那出版是平安文化出版 壓力其實大家都很熟悉 因為大家容易覺察而且可以預防嘛 而且有些壓力我們還可以學習避免 許多書籍都會教我們怎麼去處理面對壓力 可是唯壓力就不容易覺察 因為唯壓力它很厲害 它常常是以隱性情緒的方式呈現 所以它是無形的 而且它具有破壞力 等到它累積了一段時間 其實唯壓力早就對我們身心靈健康 一定的破壞的一個程度了 所以有時候你會覺得 為什麼自己突然悶悶的 煩煩的 這個可能都是唯壓力造成的喔 而且我們的大腦會協助我們去適應壓力 可是大腦對於唯壓力是束手無策的 所以唯壓力長期累積會讓我們怎麼樣 喪失活力失去希望 所以本書就是協助我們 培養強大的心理韌性 它就可以優化我們的生活 去對抗這個唯壓力 最後還可以找回我們情緒的自主權 首先壓力跟唯壓力它到底有什麼不同 那書中就有一個很特別的例子 阿頭也在這邊分享給聽書的你們喔 大家去感受一下壓力的部分 比如說你在職場上壓力是屬於 你要面對一位善變的主管 然後這個主管每天情緒喔 上上下下都影響著全辦公司的人 這就會產生很明顯的壓力 OK那如果是唯壓力呢 那就不一樣喔 這個主管啊常常是不帶情緒 沒有開心也沒有難過也沒有生氣 可是呢 他的無表情情緒啊 卻不斷一次又一次的改你的工作重點 有沒有發現 你的壓力還是有喔 但是是唯壓力 那最後呢 唯壓力又會造成刺激的唯壓力 為什麼 因為你的工作的重點改變了 所以也許你有你自己的團隊 你的做事方式 你的優先次序啊 又要再次的調整 本來你往東 結果方向不是 是往西 你整個往東的這些沉澱成本 都放進去了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啊 受到唯壓力跟刺激唯壓力的部署啊 他們不會發現 他們只是習慣性的覺得說 好老闆叫我們改變了 主管叫我們改變了 我們就微調一下自己 可是身體都會出現一些訊號 但是呢 在健檢裡面 你又一直找不到原因 所以身體就是不舒服 就是悶悶的 可是呢 每天還是繼續累積著唯壓力 那唯壓力呢 就會產生以下的問題還有後果 這邊書中分成五點喔 第一 如果面對唯壓力的時候啊 就是像是我們必須要花很多時間來處理A 結果呢 B跟C 就沒有時間完成嘛 這樣子也會有尾壓力喔 所以如果啊 你對一件事件A做好多事情 那你隨便這個A 假設是你隨便答應人家 人家叫你說啊 你幫我一下 你說好 這個也幫我一下 好 你過多的這種的A 你真正要處理的B、C沒有完成 你就會有那種時間緊迫的尾壓力 二 總是被動的處理事情 結果沒有足夠的時間做你個人在乎 還有長期成功的事 舉個例 比如說你常常啊 回email 看手機啊 看3C啊 可是真正要做到 比如說你喜歡閱讀 你喜歡進修 你喜歡學習 你喜歡從事一些獨自開心的事情 可是你都沒有完成 那個這樣也會有尾壓力 你會覺得對自己成功的渴望 也變得更強烈 然後你沒有時間完成 跟第一點有點像 那第三呢 因為要分秒必爭的完成工作啊 多次錯過家人朋友的聚會 以及重要的活動 天啊 為了工作犧牲家庭朋友 這是大家常常有的 一開始都覺得沒什麼要緊啊 可是當家庭或朋友的那些關係改變的時候 這也會對你有為壓力 第四 如果因為承受為壓力 然後告訴家人 那因為我們在轉述我們工作壓力 或生活壓力的時候啊 我們有時候會過度的情緒解讀 那你的家人跟朋友 因為是透過你轉述的嘛 所以他們也會被你的情緒給影響 以至於呢 你跟家人回到家裡 你們兩個又重新呢 把工作中或你生活中的壓力啊 再延一次 而且是加倍的方式 這這樣的為壓力也會出現 那第五 有時候呢自己受到的為壓力 事情做不完 那我們就是請朋友幫忙對不對 那可是你的朋友或同事幫你玩之後 你的主管又改變了方向 結果你反而做的事情跟朋友的努力 通通都變沒意義了 哇那朋友也白做工了 這樣子也會產生為壓力 破壞自己跟朋友的人際關係 想想看喔 這五點是不是很恐怖 慢慢慢慢的來 那既然為壓力會造成這些問題啊 要怎麼克服嗎 那擁有心理韌性 可以讓我們平安度過職場上職業 個人人生生活的挫折 而且還可以面對這些為壓力怎麼做呢 大家都會想說那心理韌性要怎麼找到 原來阿頭啊以往認為 心理韌性可能是天生的 因為一定有的人天生就比較弱 有的人天生比較強 可是事實上閱讀完本書之後啊 其實這些心理韌性啊 可以從你人際網絡得到具體的支持 什麼意思 簡言之就是你平常啊 你只要用善意去建立人際跟人脈 當你遭受到生活工作的壓力或者為壓力的時候啊 你就可以得到身旁人的支持 那這些就是在你度過這些艱難時期為壓力的時候啊 你可以輕鬆避開你的職業倦怠 而且喔 同時啊 可以讓你的身體跟精神層面都更健康 那現在你就會想說 那要怎麼樣建立這些人際連結 很簡單 三個字 同理心 只要你能夠平常就同理心的支持他人 讓他人感覺自己是被傾聽 被認可 是被接住的心理學的名詞 這樣他人就可以保持情緒的平衡跟穩定 一旦你長期這麼做的時候啊 在你需要的時候 別人也會同理心的支持 一旦你擁有這個力量 你的心理韌性就會強 這些微壓力對你就撼動不了 那書中就有提到一個成功的企業家 他就分享啊 每次他的另一半聽到他在工作上啊 的挑戰啊 還有小抱怨 他的另一半一開始都是跟他講說 你要怎麼做 你怎麼做怎麼做 然後就跟他講說 這樣做最好 結果這個企業家反而都沒有幫到他 反而微壓力仍然是存在的 後來他的另一半因為透過相處學習了 反而告訴這個企業家說 別擔心會沒事的 雖然他知道這是安撫的語言 可是他當下已經被安撫了 那或者一個更進階的方式就是 只是就是坐在這企業家的旁邊 陪著他跟他說我就在這邊 我會陪你一起面對 這也是在場陪伴所產生的力量 其實這個力量不低於你跟他講說要怎麼做 還要更強喔 所以這就是同理心的支持力量 那一旦你對他人有同理心 你的人際網絡就會變強 因為對方也會感受到嘛 他以後未來這個強的同理心的人力 人際網絡也會維持變成你的護城河 那這樣你的情緒一旦穩定 你就可以遇到挑戰 你很容易就想出新的方式解決 而且喔更厲害的是 因為你的網絡夠強 你還能找到幫你想出怎麼解決這件事情的人 所以啊當你的另一半啊 家人啊朋友啊同事啊 他們每個人的觀點都不一樣 能力也不同 所以你平常善待他們 當你有挫折或者是累積維壓力的時候啊 你就有他們這些不同的觀點去看待事物 透過他們的眼睛 那通常往往我們能夠做得更好啊 書中啊也有提到一些更 我覺得更有效的方式 阿頭這邊分享給你 比如說他就提到啊 你要常常找到能夠幫你放鬆 暫時擺脫維壓力的人 阿頭認為這超關鍵的 有句話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喔 就是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所以找到這些放鬆的人 就是讓你休息 那休息呢可以減輕你的壓力 減輕你情緒上的疲憊 也會提高我們的精力跟專注力 所以啊我們要記得 全心的和喜歡的家人朋友相處 我們就可以停止自己的大腦 一直是平常去反處思考說 啊我生活中工作中有什麼壓力 什麼壓力什麼事情 其實這些都會有微壓力的產生 那專注在眼前快樂相處的陪伴 如果你在跟人家相處就全心的相處 同時啊你會發現喔 久而久之你在這種快樂同理性的陪伴 你的幸福感也會慢慢的提升 就像一書中的一個外商的高階主管 他叫Brian喔 他說他在工作的時候啊 他的注意力全部就專注在工作 不想其他事 當他回到家的時候 他就全心的跟家人生活在一起 但是這樣還是會有生活中的摩擦一些微壓力 你知道他怎麼做嗎 他就做一件事情他喜歡的是 他最喜歡騎腳踏車 因為騎腳踏車的時候 他可以享受當下騎車的快感 快樂 所以這是他最好的抒壓方式 大家也可以想想說 你平常最好的抒壓方式是什麼 因為你找到了 你就可以解決壓力 而且微壓力也會不存在 那像啊快樂閱讀 如果啊哪一天變成你的抒壓方式之一啊 也歡迎你留言給阿頭 你就可以加入阿頭啊每週閱讀的行列喔 那今天分享到這一本書啊 阿頭想想看自己解決微壓力的方式是 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喔 然後就坐著 然後陪伴著家人看看書喝個咖啡 這樣子阿頭就可以把自己心中的微壓力 就慢慢的釋放出來 大家可以想想看 你的生活會變得更輕鬆 讓微壓力不存在 讓壓力錯過你 讓你透過他們能夠讓你變得更好 希望這本書對大家有幫助 不要產生壓力跟我壓力喔 閱讀這本書 我們下次閱讀見喔 晚安 拜拜